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属羊的 咱俩是一年 我的天哪 马老师 真是 咱不别做节目了 你们今年好好待着 得做节目 文道去了阿拉伯 我这都特关注 文道做了一千零一夜了 把我吓着 这说容易 他知道 说容易做难 一千零一夜 我是做嘟嘟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能说太长 长太累 自个儿想一个办法 我播两次 一周两次 我一次就照着十五二十分钟就完了 我一年才一百零四片 我要做到一千零一夜 我就十年过去 我这辈子就没了 我要做一千零一夜 我这辈子就没了 我现在满打满算 播出才二十二三集 录了才四十集 我就崩溃了 我就开始崩溃 我说我来找他 不为别的 不是为了录节目 是要有个精神支柱 我已经拿他录我四千 四千多集了 我一想 我这个罪还算能受 苦不苦 想想长征两万五 对 前面有人 累不累 强强三元行 十七年 是不是四千多集 所以现在 他变成是一个趋势 就是网络上是一个趋势 所以咱也尾随 我也不也有个天天都闻他 不过要是再说的话 凤凰该不高兴了 没关系 我再说 闻到这个围巾 都是红级围巾 我的跟你不一样 余秀华围过 我以为你又要夸一下 这个牌子 这个加持 这个植入广告 植入怪了 自己做节目 不是余秀华刚才来做节目 我就说 我把这个围巾给他批 然后你知道他挺有意思 我还跟他说 我说我这围巾很高级 日本的日本纺织的 他说我觉得很好 但是呢 就因为他是日本的 我有一点不舒服 为什么 他说咱们应该抗日 你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他的个性 对 这恰恰说明啊 其实在中国的 比如说工人农民 很多这种 咱怎么说 社会基层的群众当中啊 这个反日这个情绪 还是在的 很大 很大 是吧 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有时候这种情绪是一种 他不一定是很个人的情绪 就你如果认真个人静下来想想看 他不一定是这样 他很可能是一种集体的习惯 因为你说你看 有一集余秀华写的诗 给你很强烈的感觉是 他是首先关注个体 他觉得他个体的问题 都还没解决 他还来不及顾国家人类 他常常表达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所以我才惊讶 像他这样的诗人都会说这样的话 可见这是个集体的事 对 马爷刚才碰见余秀华 跟他套半天词 对套半天词 我其实我写了一篇博客 我就前天写的吧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中国因为这诗坛 诗坛是沉寂很久很久了 就很少有这类的事了 上回有这事都是我年轻的时候了 至少有二三十年没这个事了 所以他一出来呢 我是现在网上看到的 看到以后呢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语言表达的时候 非常有力量 而且呢 他不顾一切的要表达出来 他语言的这个力量 恰恰就上例给他关上一扇门 是吧 你看他行动有些不便 但是呢 又同时给他打开另一串窗 就是对 对 就是我老说凡事利弊相随 不要认为这事就没有利 光是弊不可能 所以他的感受 你比如他对腾腾的感受啊 对世间的这个看法呀 就跟常人是有 一定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 他的脑 这个关键我刚才在后面 我还说 我说关键这病有问题 这病是一个名字起错了的一个 对 就脑瘫 他就脑瘫 他跟脑 他只是行动受爱 小脑 小脑 小脑运动神经方面 对 应该是神经受阻 一种什么什么病 所以我问他 我说你听有问题吗 他说他听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好 那问题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就变成他听没有问题 我听有问题 对不对 我听他说话 就得特别全神贯注 注意 然后你得 有时候还不一定 每个都听清楚 那是证明 就在这种沟通中 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不平等 没错 没错 我们不要认为 我们表达流利 我们说句话 来跟机关枪的 叨叨叨叨一趟 说你未必 就是你的长处 未必 所以他 人说话缓慢的时候 有一个思考的余地 所以说言多必有失 一定是指我们这样的人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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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节目说完了 当时没过脑子 我现在觉得真是言多必有失 或者说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在于什么呢 开口就是祸 那真的 我跟你说 就心里话 我要是有别的谋生的渠道 我不干这个了 我不干 我这17年来 我的体会 那不不 你这个开 你得这样说 说话 你就有可能 不再有什么 可能17年 你总是走过来的 就是那你这么说 长征的过程 刚才你老说想想 长征两万五 我在走死多人 十分之九 对不对 30万人出发 到那上3万人 你也盼着我那样了 不是 不是 你是到达盐 我到盐 你就不能再说这事了 到达盐 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人生态度 就是你可以谈你自己的苦难和经历 对 但是你不能在成功以后反复的说 明白我这意思吗 就是我 我比如我获得了一项体能体育的 我咱们不指项目 一指项目 他们老认为我在指人 就是我获得了一个世界冠军 我站在领奖台上 不能再痛哭流涕 说我为此付出了很多 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吧 就你已经获得成功了 你付出是获得了超出你付出的回报 你说这个我正好 就不能再去 不是 要不然就很讨厌的 对 要不然就很讨厌的 有的人呢 因为付出的人多了 多了 对 比你付出的还多的人没有这个回报 有回报的人就不能再去说这个 这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对吧 长征这30万人 那27万过去的人是有权利说的 到达沿岸就不能说 我们当年多 你已经获得成功了 说话说多惹祸的人多的是呢 对对 你这叫说话说成功了 我觉得我还没到沿岸呢 我觉得我还四度吃水呢 四度吃水 但是现在你是在前头 就是我 我真的啊 因为我经常也做点节目 我自己掰着手指头算的 这节目也到不了 他十分之一 四千多几想 我想都不想 我真的得没这事 四千多几是因为必有我师啊 那还不是 你客气了 你客气了 能够坚持下来 你想这样一个说话节目 说话节目是非常干的 不容易说 不过你刚才跟我说的一个 这个这个金牌啊 突然让我想起来 咱们这个今天话题可以放一放 你好像我们的编导说 这个马老师想 挺想谈谈什么 中国的金牌 不是 他是这样 就是就是这个 最近呢 有这么一个对体育界的说法 叫姚李 这个刘 时代要过去 姚李 刘呢 这是姚明 李是李那 刘翔 刘翔 刘翔这最次 最近这一次 就是体能什么 我看那个体委的人说 最近这一次 简称最次 刘翔最次 他这个这个体能不达标 不是体能 就是没有达到 他参加市井赛的这个标准 所以他下面能不能参加都是个问号 如果他退出来 就说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时代就过去了 就翻篇了 就中国 但是你说不出来有一个人 是吧 能在世界级的大赛上 林丹呢 林丹 羽毛球 他虽然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对 他跟篮球啊 跟这个田径啊 比 包括那个网球 网球主要是西方的体育运动 他很关注嘛 所以这些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退役 那么我们就是最近高兴了一下 大家高兴一下 就是足球啊 就是 甭管怎么着啊 就是赢了几场 原来就是一场不赢 一球不进的就回来了 算是有点涨进 有点涨进啊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体能翻过去了 那么最近呢 这个金牌问题是 这个这个 这个体 体尾不是发文的吗 就是以后不用金牌来考量了 那有什么 那那不知道 他反正不能违金牌论 过去各省队 我们国家的 或者到国际上比赛 金牌是第一的 剩下全是要为此开刀 因为金牌是第一的 有的运动员就受过委屈 是不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本来能拿金牌 就是这回你得让 或者是什么 历史上都有嘛 我们运动员甚至为此出走的 不玩了 都有 对吧 这回 这回是终结了这件事 早就应该这样 我觉得 这次终结有意思 报纸上是这么写 报纸上说 这个终结并不是提尾自己的终结 是中纪委的终结 就纪委给终结了这事 就纪委是一开始提出来的 这个就中纪委 这里头有猫腻 不是猫腻 就是说这个标准 不是他自身能够断臂的标准 是别人帮他断了臂 你知道就前一阵 中国这个足球 你在外国 你都没个中国足球亚洲杯吗 三场连胜吗 这我知道 三场连胜 别的中国新闻不知道 这个方面我还是很关注的 然后你知道 人家就各种各样的总结 这个成功经验都有 其中一条就是 是中纪委反腐的成功 对 谢亚龙 现在在里边听说表现挺好的 对对对 就是反腐 先断了你的这个 足球这个行业下水的人多了 从裁判 教练 指导 就是那个 他列报纸上列他们一板 全是各个人 现在都在监狱 这就说明了腐败的这个必要性吗 什么腐败的必要性 这个太腐败 这是我看到 因为我比较注重这个 就是他这个 因为我写博客嘛 博客有两大要点是回贴最多 点击最多的 第一个就是性 跟凡是跟性沾边的 他肯定 东高性 本人去年 有一篇博客 涉及到性 点击全新浪第一 全新浪一百八十多万次 今天没人看博客了 一篇博客点一百八十多万次 已经很难得了 这是跟性有关 第二跟反腐有关 而且反腐的就是回贴率特别高 就是大家都还是对生活中这种 这种举败 深恶痛绝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叫什么腐败绝伦什么的 但是我也提一个词 有时候有一些争论 就是有没有交往过正的一个问题 就比方说 你知道深圳吃娃娃鱼的事 好 记者撞破 然后投诉还遭到公安殴打 对吧 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是警察 我这几天看他们朋友圈里 发很多文章 就是说 怎么说 这个公安局现在做出来的决定 就是所有的警察 也不得以什么同乡 同学 什么同事这种名义 搞这个友谊聚餐 搞这个就干脆 都不准 那有些警察难免他就觉得 我们还有人质常生活 人质常情 没了 对 然后就是说警察 你们光看到个别警察的 这个好像这个涉嫌违规的这一面 但是呢 你看不着警察这种高危行业 每年死多少警察 对吧 这个寒冬腊月的时候 警察在保护着你们的安全 对吧 而且这个很多时候 你们也得想想 就是说一杆子不能打死一传人 对吧 个别的警官 甚至是个别的局长 副局长 他犯了错 但是你这个规定下来 是延伸到所有的普通基层民警的 那就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我们然后就说 我有一次见的一个 我们朋友里也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公安的一个官 我觉得现在公安要求真是严 我们朋友在朋友家里喝酒 他不敢喝酒 他说要喝 我只能在我家里喝 他说我们出门 就现在规定 当干部的 不能喝酒 我现在觉得 当然咱一方面是敬佩 对吧 咱们公安严格要求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说 这个东西跟这个人之常情 是怎么一个关系 我也举个亲身经验 我大概去年年尾的时候 我到了某个省 跟几个朋友一起被邀请 去某个省的大学里面一个演讲 那那次这个经验把我乐坏了 怎么回事 就是首先呢 从下飞机到上飞机去跟回啊 一路上负责开车接待的 都是他们学校的老师 然后呢 中间出了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哎呀这个车 我们今天没办法安排 就得我们老师开 那一路都鼓鼓怪怪 坑坑巴巴 我们就想不太 对境 因为学校也是有名的学校 就比如说你从全国各地 找来一些人 给你学生演讲 那这个预算你总得有吧 比如说没有理由 什么系主论来开车接待 虽然我也可以把它理解 为表示隆重 然后什么住酒店啊 什么恨不得把你接到 人家家里头去住 就省了那笔钱 我想这怎么回事 后来明白了 他们说是个省里头说 现在呢 中央呢 要求要反腐 然后呢 大家要这个所有的公费支出呢 要能减 折减 然后要非常的节约 那么甚至已经达到一个什么地步 以后这个学校要请 比如说请马爷 从北京飞到那个省去演讲 我就自个走着去 机票你出 酒店你出 还不给车马费 他恨不得是这样 但是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 但不能这么搞的 你必须要讲清楚 你比如说学校正常请国外嘉宾 外省嘉宾来演讲 这多正常的事 比如说就算公安 就算干部 同行 大家吃吃饭 正常社交 这多正常 但这种事 跟什么叫做真正的贪污腐败 应该有条明确的界线 是能划分的 这个文涛刚才讲 这个警察是一个极特殊的行业 这个行业 因为就是百姓 直接跟管理他的人 打交道就是警察 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美国那个警察的冲突 他是最牵线了 最牵线 所以美国的跟警察的冲突 这最近就非常厉害 对吧 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比如说司法系统中 你跟法院 你没有诉讼 你跟法院的打官 你都没见过 有人一辈都没打过交道 比如说法改委 对对对 你也不会跟什么 你本人也不会去 对 法改委你也不会去 检察院也不会来找你 是吧 你直接看的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我们叫人民警察 我们的警察 其实在全世界 阳京 我们不能算去的地方太少 是最和蔼的警察了 美国的警察 永远是板着一个面孔 永远手扶在枪板上 跟你说话 咱干吗 随时预备枪杀 你知道前一阵 美国纽约不是俩警察被打死了吗 然后就全美国都是追到吗 当时你看我就注意到 纽约市长好像是在上面讲话 纽约市长讲话的时候 这些警察被他表示抗议 对 因为这个市长 之前骂他们 好像要他们反省 对 所以你看我在香港老学会一个词 就是这种叫纪律部队 就包括警察 这种纪律部队管理上有一个特别的要素 就是士气 就跟咱们说军队 你知道吗 这个无论就是如果不你要注意保护这个警察部队的士气 因为他们呢 是出生如此的 这种行当 对 所以而且呢 他是保护你的这个这个安全的 所以你反腐败当然好 但是呢 应该应该注意啊 让他有这种 怎么说呢 也得鼓鼓劲 你比如说 有他的人情存在 你比如说我我们这个这个有一个编导啊 他的老公就是监狱的这个警察 狱警 狱警 这个最近以来的新闻 你看你不了解情况啊 你全国人民都当笑话讲 就说黑龙江那个什么那盒监狱 好家伙怎么这个 不是微信怎么聊出情妇来了 这个犯人在里头就拿着手机 本事的 就感觉是荒天下之大吉 就是然后 还挣钱 对 还在里头挣钱 可是你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 咱们可能很少想到 就是这个中国的监狱啊 往往地处偏远 这个地处偏远以后啊 资源也少 人员的素质也低 根本警力就严重不足 那么对于警察来说 就是说 预警来说 他不是犯人 可是呢 他实际 他就跟犯人没什么两样 远离热闹的世间 不跟现代生活有接触交通 对 他看着犯人 等于他也被关了一半 就是啊 他整天就跟犯人打交道 为什么他容易有时候跟犯人产生一些互相影响 他一跟犯人一样 也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他就是跟 他就是这么一个 而且呢 你比如说这个待遇也不好 而且人数也不足 所以就说 而且警察的这种行业 比如说像外国呀 都是有这种心理 心理咨询 他们有人讲 就是说云南省好像组织过一个 对一部分这个警察 最后就发现需要这个心理治疗服务的 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那么你就说这些 他在特殊的这种环境下 你咱们又没细腻到说 你看美国电影经常有这个预警啊 就得找心理医生 你得不给我配 你得 要不我这个心理问题怎么 怎么舒缓 就是当然个别监狱管理不咋地 对吧 这是一方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你也得你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是什么境遇 是是是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次的就是出问题啊 出问题呢 有很大程度 你要考虑他 他管理和被管理 就预警和犯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认为都是敌对关系 凶神恶煞 不可能 他天天跟这个预警啊 跟犯人之间还有情感交流呢 还要教育他呢 平时也要当朋友的 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就是 有个预警被杀嘛 对 被杀了就三个月狱嘛 那那月那个预警是付出生命代价 尽管他有制度上的问题 他松懈了 人是一个人之常情的问题 他跟机器人一样 然后你 松懈是太正常的一件事 对 然后你知道有一个预警 他给我发一个 他说的也是真事 你也没得聊 他说都在骂我们这个监狱 是吧 那说那个人聊了七个情妇 就这个王东 就那个监狱这个 他给我发来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一个监狱 黑老大 那哥们更牛啊 他迷倒了13个女女预警 13个女预警 这王东还是监狱附近的人 只有一个是监狱的女 女工 这个美国这黑老大的监狱里啊 13个女预警 做他的情妇 而且呢 听他的话 帮他执行任务 给他买东西 送这送送送什么都有 这种文化 那你监狱称他后宫了 不不 他这种文化是有根源的 因为这种文化 有一种英雄情节 就是不是说 关到监狱的人 一定都是关对了 有关错了的 有历史上 你比如说 曼德拉就是 关过监狱的人了 他最后出来是个英雄了 所以他一定要有英雄情节 他为什么能委身于监狱的人 他有这种情节 就是一种文化情节 各国都有 曼德拉关了多少年 我都忘了 关了大概有30多年吧 就关了很多年 至少5080年 没没 就关那么多年 他放出来以后 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那就首先证明 关他那一段是错误的 或者说 关他那一段 帮他成为英雄 这就出现美国这种事 就出现 那叫什么王东吧 就出现王东这种事 你把那些女的弄在一起 不用弄一起 但这你要跟他聊天 你要请他来 他背不住 一开始就有 这种英雄情节 他知道他的关在里头 对不对 这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你看原来就是前些年 就是是大连吧 是大连那个 有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案子 叫虎豹 那老大外号叫虎豹 已经被处决了 被执行死刑了 他就收买了监狱的 这个监狱长 然后他在监狱里 能够做到什么呢 住着这个什么 单独安排的 有客厅有卧房 然后呢 俩犯人伺候他 他有个暗铃 一暗铃 一个少年犯 一个强奸犯 进来伺候他 然后他在里边 帮犯人能办减刑 就是黑老大 你说他在狱里这么牛 这种魅力 要不说女人 真是 就迷倒了一个女狱警 这个女狱警 也是有夫之妇 也是妈当妈的 就迷倒了 做他的情妇 随叫随倒 这家伙 对对对 他就是文化情节 但是我们还 我们别再 羡慕这个监狱的黑老大 我们还得忘 我们说回这个 反腐好不好 还是要有知 还是要有知 忘回说 就是说他这个监狱 还是要有一个制度 因为犯人之间 每个人想法不同 王东这种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伤害是轻的 他伤害是轻的 重的是那再逃犯 就上次那仨 弄死一个跑了 这是重的 就是他内心 是要跑掉的 如果这人就说 我在里头 熬八年 外面又摇着 现在有新功能 摇出来又有情妇赔着 然后还有人给着钱 对吧 给着钱 那个诈骗的构成 我看了有的不一定 是他好几个女的都给他钱 有的女的未必是叫诈骗 就是你比如你 什么叫诈骗 什么叫诈骗 是以虚构的事实 什么什么 如果他不虚构 就是我缺钱 你给我 这就不能叫 是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送你点钱 看你落难了 英雄救美的 美救英雄 所以你觉得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我国 真的是在建设新常态 因为咱们很多地方 都觉得有点不适应 比方说你看香港 它就是常态 好比这种吃饭的问题 你发现没有 警察公司同事 在香港没什么争议 好像香港人也没说 他上班是上班 下班是下班 对 香港同事怎么吃饭 你比如说我们 就算不讲香港 讲全世界几个排名 连接最连接的地区 或国家 头几位 什么芬兰 新西兰 新加坡 你会发现 他们对公务员的 很多的规定 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么紧 就 你懂我意思吧 就我们 你刚刚讲这种规定 他们就不存在的 他们不可能出现 说警察不准跟警察吃饭 没这回事 所以现在问题在哪 就在于 我觉得今天 可能是矫枉 必须过正 但下下说明 我们要有个常态的 秩序建设 这个秩序建设的背后 就是一种很根本的 对于什么叫界限 什么叫做权力 权力的行驶范围 有多大 这方面有很明确的界限 上上下下 公务员都要有 要不然你知道 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 我更担心的这个问题 就 最近一年多 我遇到很多商界的朋友 他们都在抱怨什么事呢 他们说 以前呢 他们比如做买卖的人 你知道在中国呢 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 我们有很多事 你要干成买卖 必须要经过政府啊 要批个条子 要什么对不对 那以往呢 这种事都好办 就去政府 比如说找相关部门 什么什么 聊一聊 按什么规矩 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办 就成了 现在呢 过去这半年呢 有很多商界的人投诉 就是说 今天找政府官员呢 他不理你 你比如说 那出来见个面 比如说什么书记 我们 我地方上最大企业 每年纳税 我最多 出来吃个饭不行吗 那不行 现在不能出去吃饭 那我上你那喝茶行吗 上你那看 哎呦 我忙着的 你别来 都这样 那结果呢 变得什么事也还办不了 所以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就他们今天 就很多干部官员 什么惊功惊了 就 我几乎是把自己囚禁在办公室 电话不敢切 是 那觉得这就叫连结了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 就是你是明显 就整个制度意识 没建设好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说的也确实是交往 可能给过正 就是说 你让他放开那吃啊 你又没边了 中国人不会 就对 那没边了 就让他放开那一些 不将对 这一遍 你 不知道